林老師 還有臺灣氣候青年人的太像 我們先向我們先生的發言 我想這樣的發言也凸顯了 我們在前一個鐘頭 談到了整個臺灣比較大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包括委員長剛剛特別提到 跟Kesan Stein的對話 這個公民的參與 所以其實氣候變遷現在的問題 巴黎COP21其實宣示了一個重大的轉型 這個轉型其實就是像 我們剛剛提到的幾個重要的方向 一個是整個氣候減碳的政策的明確化 第二是能源的轉型 第三個是產業的轉型 因為牽涉到非常重要的耗能跟污染的產業 尤其台灣的非常多的 台灣的99.3%的能源是進口 如果我們還以待比較高耗能跟污染的產業 這個轉型是不利整個氣候變遷的整個管制 所以第四個部分就是到了空污跟環境的管制 那第五個部分我想是特別提到的 大家都很關心的 包括剛剛我們台灣青年代表 也特別提到政府治理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在調查或是說 剛剛李院長或是李老師都有提到的 就是公民的參與 這一塊在台灣的政府治理部分 也是非常的不夠 那可以講說COP21以後是一個 國際垂直的一個壓力 到台灣 如果我們以台灣回去 然後我們民間部門 有非常強的這個強勁的知識 跟數據來跟政府對話 所以這樣一個套句我們 葉俊老師講的話 那個上衝下行的概念 就是上衝下行 一個這樣 所以整個政府治理的思維 的確是要轉變 那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重要的 觀察者也是行動者 好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因為schedule有點連後 所以我們就開放現場的朋友來提問 那我們現場也有我們公民團體的代表 像那個我們有律政公民行動聯盟的代表 也針對我剛剛報告 我們能源局剛好在7月底 提出這個國家能源的發展評估的這個說明書 那也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來做焦慮 我們大概還有半小時的時間好不好 那我們就請在場的朋友提問 還是聖誕你要不要 好那我們就 好那我們就 我是我在業界工作是軟體工程師 那我有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對這個議題 第一次知道就是有這種COP 21 這個conference 那這個我在想是說 這個因為人數越多 那這個推動的這個慣性就是不容易改變這樣子 那這個全球又是更大的組織這樣子群體 那這個勢必就是很多的 很多人一直在想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很多的抵抗這樣子 或者是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說是COP 21 有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還是說像COP 22或23 可以持續一直在這些議題一直往前Push 因為大家都需要時間一直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一直討論 還是說好像這一次是一個很關鍵 好像下一次再討論又要好一陣子 這樣子 在這我問你 謝謝 謝謝郭 歡迎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概念就是由下而上 那因為我們現在又身處在台大這個校園 那台大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是從下而上做起 尤其台大的耗電量是那個 報章雜誌其實報導是非常高的這部分 所以也許是從學生或是從一個單位部門 不一定要從校長或是怎麼樣的想法 謝謝 剛剛那個周主任有說我們其實這段時間因為 也持續在觀察COP 21這個事情 在台灣其實一些在討論人員議題的過程 我其實是想提出兩面 因為剛剛其實那個上榮其實他其實都 他有點到一些事情 可是我們在裡面現在大家看到這事情是 其實我覺得看到幾個有點荒謬的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是現在國際上面正在討論 在COP 21這個問題 台灣也在這段時間裡面 就在上個禮拜或上上禮拜 他要推出一個叫做 能源開發政策的政策環評 那如果大家去看台灣在提這個 能源開發政策的政策環評面 你來看他的情境 第一個他的這個供給面 他設了六個情境 其實這六個情境裡面基本上所有的變因 就是大概三個變因 一個就是要不要用核四 一個是老舊的核電廠核一核二核三 要不要研溢 第三個就是要不要擴大使用天然氣 就是三個 你可以從他們設定的這個變因裡面 完全的感覺到 台灣現在的政府在思考能源的問題裡面 完全沒有剛剛在講的 不管是你再生能源要50% 100%甚至30% 完全都不在這個事情裡面 現在台灣的政府在思考能源轉型 或能源相關的議題 他們大概沒有思考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的議題裡面 還是停留在我要不要核電 我要不要讓核電演義 大概還是停留在這個議程的設定上面 是完全沒有其他的東西存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到的 一直講到的那個INDC的部分 其實這段時間我們一直透過各種方式 就是其實去詢問 那到底台灣的這個INDC 它的這個評估的完整的報告在什麼地方 它把什麼東西納進去 考慮一下它的factor裡面 那我們高度的懷疑 其實台灣的這個INDC的提出裡面 完全沒有包括像能源稅碳 甚至是像產業結構轉型 或者是化學能量補貼這些東西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透過各種方法 包括國會 包括明天團體行為 包括什麼方法去 環保署都不願意給我們完整的INDC的評估的報告 我覺得這是 你可以還不用講到公眾參與 連知情權 你都沒有辦法知道 他們到底評估進哪些模型 你可以看到這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衝突跟矛盾的事情 那回過頭來當然現在就是說 目前當然是在選球的期間 那我覺得其實也是讓我們蠻失望的事情 是說你也可以看到兩大黨的這個候選人裡面 其實這段時間幾乎沒有對於COPE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進行任何比較積極的或主動的回應 幾乎完全沒有談到任何相對觀的事情 所以綜合以上確實會覺得今天像 不管是林老師或者是TWICC 其實去參與要把這個議題帶回來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才能夠把這些政治部門或政黨的 可以再往前帶著走 不然剛剛其實幾個是 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會看明顯的跟不上 明顯的接不上 好像在平均時空裡面正在發生的事情 包括你看我們最近在看台灣的這個 開發政策的政策環評裡面 他甚至連減燃煤都沒有要放入他的情境 他連減燃煤都不願意 對 所以這個是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衝突的部分 我們就講幾個觀察條件 謝謝 是一個研究員 那自從我是大概2011年4月1號 就是311不大和在後 一個月從美國加州回到台灣 然後覺得就感覺上 就說台灣需要很多的就是 update 那如果比較寫 我在美國做了什麼 就學工作十幾年 那我知道 起碼在加州他們不大和在以後 對於輻射防護之類的 其實是蠻認真在做 我還知道說某幾天 你千萬不要到 就沒事不要到戶外 然後如果下雨的話 不要到草地上 因為他們已經算到輻射層大概 像同流程大概就是 輻射層會降到整個美國西岸去了 人家就做到這種程度 那我們在這邊好像 我感覺上台灣好像吃福 設好像跟赤福一樣這樣 就非常不對勁 所以有反核加入這個NGO 然後一路走來大概快三年 可是我們現在 我感覺上台灣其實缺的 反核已經是過去式 現在要做的就是能源轉型 那可是在我們在找資料 在推動或者在流水的時候 發現很大 剛才先生也講說 台灣很缺乏open data 我必須要一個透明公正 就是basic data 所以大家有一個就是很紮實的數據 所以大家可以討論 減看減多什麼減 從哪邊減 我們甚至跟 比如說台北市要減得減看 那台北市用電大火 烏賊是誰 那個資料找不出來 因為那個飛行好像 他們透過很多方式說什麼 個資什麼 其實 其實可以不接到個資 但是那個數據可以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做很理性 很客觀 很系統性的討論 所以知道說 增結在哪邊 那針對增結去做有效的改善 open data 剛才那個 森翰也提過 另外一個 我是覺得說 我們一直在注重在 power generation 但是我們沒有 適當的去 touch到那個 Efficiency Energy efficiency 那我們在台灣其實 潛力很大 我們如果真正的 有系統的下去做 然後測試下去做 可能真的不需要 蓋太多的新的大型燈電廠 大型的發電設備 可能我們可以 有個還蠻不錯的減碳效果 那這方面可能台灣 真的是很弱很多 那我自己 目前 接觸到的數據 或者是模型來講的話 可能我們台灣可以先從 建築的潛能減碳開始做 因為我們知道說 不論哪一個黨的候選人上來 他可能有個很大的政策是 推比如說十萬戶 或二十萬戶的公共住宅 那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推的時候 他住宅的那個 潛能標準要用最新 而且是要大部分墊過 因為一棟建築 起碼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壽命 如果當一開始的 我的那個Efficiency不好的話 我三十年五十年的那個 那個號碼是相當相當的可觀的 所以如果我一開始規劃 執行的時候 建材或者是 簡單設計 或者是隔熱設計 都做好的話 對於台灣以後的那個目標是 就基礎打得好 後面就很簡單 那我們 我覺得說 可能還沒有把足利率 放到這邊 那當然 在於 就是大幅增加 那 在這面圓大概是 我想現在是 社會上 公司最大的 那 這個是比較沒有 沒有什麼 爭議性的地方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我們 要 要 比較大的 注意力放在 建築物的 建築的節能 能源效益 還有那個 我們國家電池標準 要提升 任何馬達 或者任何新的電池產品 要 因為能源效益 大部分 大家很想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其實剛才聽邵榮 講到那個 在巴黎的現場 我也是蠻感動的 可是我那個反差非常大 因為 在從那個 夥伴去那個 扳基萬之前 我們也看了一些記者會 可是台灣就是相對來說 真的 就是 就是冷到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 在 在21大家都關注這個議題的同時 台灣也有選舉 可是 針對這些 現在目前的 各個黨的候選人 針對這個的議題 似乎都 都非常的不在意 那 我覺得在這個選舉的當時 大家都有這個機會 去展現說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立場上面 應該去問問 這些候選人 或者問問這些 不管是立法委員 還有這些 這個總統 以及這些政黨的候選人 到底你在這個 未來的這個 呃 你如果想要執政的話 你的這個訴求是什麼 尤其年輕人 因為 呃 我不知道今天的 在場的媒體 朋友還有多少 不過我在這邊 要抱怨一下 就是整個在 21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看到非常小的這個 有關媒體的報導 我反而是看到那個 環織 對不對 我常常是看到 這環織 從那個 嗯 法國那邊 傳過來的 那 可是也許 我們在座的 還有這些經理朋友們 常常寫這個 FB的時候 其實這些媒體 都在看FB做新聞 就是大概 只有透過我們媒體 我們 嗯 我們關心這些議題的人 去寫在那個FB上面 然後去引發更多 這個媒體的注意 才有可能這樣這個的議題去 去擴大出去 要不然 我們自己真的是困在一個 這樣子的小島裡面 然後看在外面 一直在往前走 自己一直 呃 在台灣好像感覺就是沉淪下去 可是你看今天的這個 這個 的空氣的那蠻海 已經捏到我們的鼻子上了 可是 呃 這個事情還是這麼的冷感 就是讓我覺得 我們自己如果不做點 什麼事情的話 恐怕要再 再等別人是來不及了 這也是我們台灣 最後一次的機會 好 我們來看看 看在第一公集的時候 COP-31到底是 真的 是這麼重要 或者是以後還有 COP-32 23 你也知道這個 國際間 要鼓起一個熱誠 來辦個大會 不是每年可以做到的 我們這個環境變遷的是 國際上辦了很多的會議 但是到了今年 COP-21 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點 關鍵點是因為 大家知道 污 趕快急速減碳的話 或是越南 處理這個污式氣 氣體帶點人類的災害 所以 所以今年大家都知道 在開會之前 很多國家都知道 我們要急速減碳 所以這個會確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是人類 那個保持溫度 兩度的最後的機會 這個會 不算成功的 我們可以鼓掌 就是說 有一個轉變 叫鼓掌 但是主要的是 我們要走出去 所以一面鼓掌 說是有些成就 但我知道這個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要走出去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是COP-21的這個方向 對台灣是很重要的 是全世界都正式到嚴重的問題 全世界都要努力的做 我們也得做 這是我們 對台灣是有用的事 那個 剛才也談到 由上而下 或者是由下而上的做 我們現在很 失望的就是 政府的各部會 對於減碳的事 並沒有好好的協調 也沒有足夠的資料 讓大家來公開來討論 但是呢 我們也知道 政府 到底好不好 看民意代表的素質 跟民意代表 到底是代表誰的利益 這些啊 是由一個很大的 下面的力量 才能促進改變的 所以我們說 現在在選舉 我們選懸疑能 要選好的人 去推動 但是同時 我們在 這個各個地方的人 都看到情況已經嚴重了 就是 我說不見棺材不流淚 我們已經看到 棺材的角落了 我這麼講是很嚴肅的 但是我從科學家的觀點 真的怎麼這麼說 真的怎麼這麼說 不改變不行 所以我說 好 我們大家接受挑戰 我們這個 旁邊這個 社會政策 這個中心啊 說好 我們挑戰 接受挑戰 台大開始 我們變成 這個 核酸化 淋炭的 這個單位 那個 在台大的校園裡面 有一個手叫做 原子於科學引救手 我當地工作的 我也努力 請他們說 好 趕快減炭 他們這個大樓是 實驗區就用了很多 電消耗很多的 這兩年 已經下降百分之二十 就是電子的消耗量 下降百分之二十 還要努力 但是 這是一個單位在做 一個房子 單位在做 但是從台大的觀點看 台大有很多地方 可以放太陽能板 但是太陽能板放了之後 還接不上台電 所以我們要 一個儲建系統 或者是 有一個 Fuseel的系統 使台大變成一個獨立的 如果 交大 親大 很多大學 尤其是台北的 台北的 技術大學 他們做的 很努力 做得很不錯 大家努力做 大學也做 中學也做 國中也做 商商也做 這個 一股這麼大的力量 尤其是 在學校裡面 主動開始的話 學生在這裡 要他們參與 這一個 達到很好的效果 學生 從小就開始了 對於 潔能 減碳 跟社會的正義 社會的轉型 這是有幫助的 所以 由下午上 我導師說 好 這個台大 就是你們 Covid Neutral Campus 這可以做 但是我也說 這個發動 還是有些 單位 在做 這個 活躍的工作 因為 政府 拿不到資料 所以 前一陣子 也跟中央人圈的院長說 中央人圈是 主宿總統府 跟行政院 是 不一樣 主宿的部會 是高一階級的 所以在中央人圈設立 就是永續中心 神力的時候 政府黨員所有的資料 都是經過中央人圈的 永續中心 公開 大家使用的 所以這件事 我們由下 而上 一步一步 來做到 這是很重要 我們每次說 像有些政黨候選人說 我們要進行 綠能產業 所以 綠能產業 但是這只是一個 方向跟古號 仔細怎麼做 我們得聽聽 後選人說 要把 豪越變成一個 世界最大的 這個 含用中心 那我就說 這是走相反的方向 好像大家在 極速簡單的過程裡面 你要做 探鉗號 很大的單位 這可能是 不對的 剛才 各位談到 Efficiency 我想這是很重要 Efficiency 這部分是 能量使用的效率 當然 你不使用的話 人口減少 或者是你不使用的話 就完全 就減掉了 所以我一直說 我們對社會發展的觀念 我們在台灣 自己動起來的時候 應該要掌握住 現在不好的 我在國際上 一次保 一次抗議的就是 你看 你看 今年9月25號 聯合國通過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十七條 你一條一下看看 剛才講的 大家有足夠的能量 有足夠的水 足夠的食物 多少水才足夠呢 美國一直一定說 我們的生活水準 是不compromised 美國也說 誰要compromise 我們的生活水平的話 我們要宣戰 美國說 不compromise 我做的國家 也不compromise 只是 用能源效力的提升 來達到 這個遊戲發展的路 但是 如果我們說 我們是超載的 所以剛才 我們也談到這個 賠償的問題 台灣是接受賠償的 還是賠償人家的 是賠償的 那個 你看 我們是賠償的嗎 對 我們應該是賠償的 是 我們應該是賠償的 所以方面 我們是要發展經濟 是要 六三三經濟 大家收入高 我們到底在想什麼 在想什麼 我們是過度發展的嗎 如果開發的國家 是過度發展的 我們說 你們不行 你們不能這樣做 像美國 產生能量 要 單進的能量 要輸出到別的國家 美國不是說 做RNBC 就是我們這樣做 可以得到 這個減碳的目的 不行的 美國能夠這麼少 的國家 不能這樣做 但是亞洲國家 也不能跟著美國走 不要很多 你剛才講 這個 大陸或者資本 很多錢 撥出去 不要算在裡面 因為 旁邊有些錢 是毀落到政府的官員 的時候 要開這個公路 要賣汽車 賣很多工業產品 我們要這麼做嗎 不是 不應該這麼做 所以當然 剛才講到台灣 我們是 很多人以為 我們是要接受 賠償的初步 開發的國家 不是的 我們這個二氧化的 潰湾量是很高的 我們是 要賠償的國家 那我們怎麼走 台灣怎麼走 要走出一條 不一樣的路 那才是 這個 我們的光明 世界各國 跟著我們走 我們才是 真正走到 這個目的 不過 這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我們要好好 跟大家努力 謝謝李院長 謝謝李院長 我想這個也牽涉到 剛剛高理事長 或是媽媽監督的 李院長 或是綠色公民行動 其實都提到一個 我們幾位報告 都有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政府治理的問題 剛剛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我想 申汗 秘書長 他特別提到 連知情犬都不知道 還談公民參與 台灣的政府太落後了 怎麼辦 這個真的是有落差 所以 我想我們辦這個會議 也是一個 整個轉型 驅動的一個 很重要的 我們現場 再聽聽兩三位 朋友的意見 好嗎 然後 我完全究竟 不會當我是 不認我是 這樣自己 那我這一次 也有去到大陸 就是從 11月底到 12月 10號左右 我沒有帶到12號 但是 大部分的事情 我會在那邊 大家有幾點是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 比較urgent 就是說 剛剛 申汗有說到說 好像 各 主要政黨的這個 候選人 沒有關心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 話不知怎麼說 就是說 我們後程度 我們也是 主席派我們去巴黎 那 但是當然 這部分責任就在我們身上 就是 我們還沒有把 很好的把 資訊 反饋到 這個 政策部門 因為我們還在整理資料 跟 等一下我還要跟許光華老師見面 還要跟他討論說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書面的 report 跟接下來要怎麼樣去發表說 我們之前 就已經有針對這個 你一些政策的 類似像白皮書的東西 但是因為 其實就滿多東西需要修正 因為 我歷律品良金 所求的需求偏遷 或者是 不管是減緩 或者是調適 其實都是大學問 但是因為之前在賺捷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在寫 所以其實 對 我心裡悄悄 因為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一直不擠著 反映說 這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都要180幾個國家開會 怎麼可以一個人寫 那 不過這個 近期內應該 我想民運黨會有一個 很明確的回應 包括COP21 那個Paris Agreement 跟 比較長期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做 那第二件事情 因為我本來順序就是這樣 那現在反過來 第二個事情就是在講 溫管了吧 這部分我們就真的要 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不過現在通過這個溫管 版本 雖然不是頂好的 那個葉老師 或是一些其他老師 有些批評 但是其實這個真的是在一個 沒有辦法之下的一個妥協 那 但是 我們必須要說明的是說 過去一十年來 因為 狂暴團體跟田文元的堅持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通過的版本 至少我們守住了兩項非常重要的 這個 關卡 第一個就是 但是 長期的檢量目標 明確 入法 這個在很多的 先進國家甚至他們做不到的 我們這一次有去到 Share Bob 當然就跟 巴黎的眾議院跟參議院的議員 有泡麵 他們也非常佩服 那他們在今年的七月 也通過了一個能源轉型法 那裡面 是有提到說 要 把這個能源啊 各方面要怎麼樣做 但是他們的這個 Long-term goal 他們只有提到說 他們要這個 也是學英國氣候變成法 是以五年 一起的碳預算的概念 要放進去 但是細節部分 我還沒看 我不懂 爸爸說我還沒看得到 那我們是把五年一起的 階段性管制目標 還有2050的長期的檢量目標 我們在今年六月 COPE團體官都還沒開之前 我們就已經把它放進去 那 其實有點意料之外 就是說 其實都還蠻服的 現在這一次COPE裡面 大家所討論的 包括說 Montem goal跟 那個 periodic review 這種週期性的審查 或者是 回顧的這個機制 那 算是允許好了 那 但是 但是這真的是 我們堅持了十年 然後 我們就是 在08年 英國七月變成法通過之後 我們把它 好好的研究一幫 把這個機制搬過來 但是當然不可能說 做得像他們一樣好 是因為我們其實本來起伏就好了 所以 像歐盟駐台的朋友 他們 就是有在詢問說 那台灣在這部分 有沒有需要跟它協助 我們就很明確告訴他們說 我們需要 更多的 操作性的細節 我們 我們現在法的框架是有 但是操作性的細節 其實 是沒有 我們沒有經驗 對 我們沒有經驗 最後就是 能源政策 環評這些事情 就是說 我不曉得 身上你有沒有看過更早之前的版本 更早之前的版本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就是 核能增加 煤炭減少 第二個選項就是 煤炭增加 核能減少 他沒有選項 對 然後 再生人員是永遠都一樣 而且比現在比得多 那是舊版本 那新版本一樣是台中院做 所以我們不可能預期他會做出 什麼相當的東西 他只是把這個選項 稍微改變一下而已 對 然後 根據 有耐心 大約看完那294頁報告 有可能 教授 回報說 其實基本上那個報告 當然是製造出來 不是調查出來 不是研究出來 但是製造出來 所以其實 某種程度上面 雖然能源局把那個報告 放到網路上 但是這種程度的資訊公開 其實事實上 是應該要被選擇的 謝謝 好 來辦事處理路了 然後 我想針對那個 氣候變遷調查 請教老師有問題 就是 因為英國其實非常 關心台灣在減炭的進度 然後還有就是 再生能源的開發的進度 那所以看到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 民眾似乎是支持 就是有相當高的比例 在支持 以高電價來支持再生能源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願意以交高付稅 來保護環境 這樣看 這個同意的比例又相當的高 可是在我們英國這邊 英國辦事處這邊的觀察是 這個議題 似乎在媒體上的報導 以及就是 只要遇到就是薪資不漲 就馬上這個議題層就 就轉彎了 的 這個這個情況 想要請教老師 就是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因為我們在 我們想要提供給 英國政府一些這樣子的資訊 然後去思考 英國這邊可以有怎麼樣子 可以提供怎麼樣子 在政策上 或是超過性細節上的協助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點就是看法 然後看怎麼樣有比較好的 Solution來協助這樣子 謝謝 好 我們開放最後一位最年輕的 那個 那個 高美 高美 好 好 四位江澤 就是我是台南大學 現在大師的學生 對 就是今天 就是一整個會議這樣聽下來 其實發現就是 主要 今天主要講的部分是 就是 法規的制定的部分 就是到底 我們政府可以做的是什麼 那 我在想的是 就是 到底我們人民 就是 我們自己在生活當中 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我們不是等待 政府來去定定一個目標 然後 人民就是跟著政府來去做 就是 其實自己 就是 現在我們每天都是可以去做的時候 就是 嗯 怎麼講 就是 就是 我自己的想法是 就是要了解人心 就是 我們想要 度過什麼樣的生活以外 還有 就是 其實人 我是一個很喜歡聽演講的人 就會發現說 欸 其實在每一次提過一個很地質的演講 就會覺得 想要下地決定來去做 就是 真的很努力的去做 但是 後來就會發現說 欸 一回家就會 就會 會度過自己的生活 就會忘記說 自己的其中的什麼 對 就是 嗯 就是 嗯 就是 對 有一個想法是夠的 可以給 各位的 媒體的朋友 就是 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 就是 可以 可以去思考的時候 到底 要怎麼報導這件事情 然後 讓人們都可以認知到 就是體會到這個嚴重情願 其實我自己的體會 是 真的是需要有自己感想 因為 像今天就是 現在空隙也真的是 遭受到PM後 今天 就是今天看昨天都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就是很多 很危害的問題 然後 就是 就是在想說 嗯 就是要怎麼樣 讓大家可以 留意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有重心 就是 讓大家知道 這個 就是不能清楚 就是 像跟世界模擬之類的 其實真的 現在 我的希望是 讓大家 都可以認識到這一點 讓大家 都可以 對這件事情 都可以來看 對 對 謝謝 謝謝老師 然後 其實從 第一次參加 到今年 六年 然後 一直覺得很感慨 然後 對 然後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很開心 每次參加中間活動 然後跟 老師們 還有以前院長 就是聊天都會覺得 哇 我們還有大家可以來討論這件事情 但是 我在現在在350 就是國際研究裡面 設的中華的部分 發現台灣很欠缺 就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 去 幫忙台灣做能源的研究 就是去做情境分析 而不是在 像孫漢說的一樣 還有很多Kevin說的一樣 就是 我們自民都來不到 然後 我在日本的時候 跟他們的一個研究 他們就自己 民間資助 然後就寫了12個情境 然後 有從0到15的核能 跟0到20 跟他們現在擴張 然後我一直很擔心 就是台灣 我們是不是可以 透過中心或是 看老師這邊有什麼資源 我們可以發起一個 民間的獨立的研究 去把這個全面性化的 一個東西 研究做出來 那另外一個研究 我也想要提的是 那我們在國際上面 一直在做 就是測除轉投資的 這個部分 今年已經有 三兆多的 那個 北京測除投資 那台灣 亞洲部分 一直都還沒有 一個新的 視野跟研究 那 那 今年寫了一個新書 叫 電影 在台灣 書籍 這邊也要出版 我一直很想要討論的是 資本主義對於 汽油變遷 跟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覺得也是一個 很需要大家去 呃 去討論說 資本主義 到底我們想要的未來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方面 也是可能 我們可以多進步 對話 合作的可能 好 謝謝 我想 林果駐台辦事處的 那個 氣候變遷組的組長 那就是其實 我們一般長期的 學術調查 包括我們2012 跟這次的調查 其實都反映 其實民眾對於 以厭付代價 支持再生能源 或是支持高的稅 來支持探稅 其實這意願是高的 那這意願高的 其實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有80% 甚至70%左右的 那當然 這就是一個 國內媒體的呈現問題 就是說 有這麼多人 在長期的調查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趨勢 那前幾天 其實我們劉忠平老師 他也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 其實民心思辨 大家都想往簡單的方向走 但是是讓我們政策 跟治理方向不是這樣 所以我想這個是需要 各方的努力 那所以剛剛我想 那個高理事長也提到 整個轉型的問題 還有我們今天談到 治理的問題 這個的確是 都需要更多的 各方的努力 不只也是 西部的操作 還有整個大的 政策跟治理的方向 那台灣的確現在 有點卡在那邊 就是說 治理其實民眾跟社會的呼聲 非常的強 而且我們 我們在學界 其實一直觀察到 我們的民間部門 其實活力跟 提出知識的能量 也都非常的強 那按照這樣的架構 就是像 我們中心 或是 我們跟林志文老師在談的 其實這就是一個 參與跟審議很好的機會 那台灣的政府應該要轉向 把一個治理轉向跟民間參與 好好的做結合 那我們過去都是對抗 那這樣對抗 其實今天遇到的這些卡卡的問題 也是轉不過去 練不過 所以我一直講說 這是非常大的 轉型代舵的問題 所以也的確說是 需要各界 我們如果從轉型角度 我們需要 NGO的朋友 我們需要 政府部門 比較有行動力的 我們需要媒體 我們需要學界 我們需要更多的民眾 大家一起來努力 畢竟我們 今天的討論 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題其實 是落後別人很多 不論是觀念上 或是制度上 或是政策上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們一起 要大家來努力的 好我想今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非常謝謝 李全院長 非常謝謝林老師 還有這個 西歐青年的幾位代表 也都在現場 那我想我們大家 在一起持續的努力 好謝謝各位